除了地下水管漏不停 造成台湾缺水的另外一个大原因 是出在水库的淤积 因为淤积使得蓄水量不断的下降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是 台湾所有水库 因为淤积一年可以少掉6亿吨的蓄水量 如何解决 可以想象到的就是土法炼钢的清淤 不过接下来要带大家走一趟增稳水库 来看看目前全台湾最新的排淤隧道工程 如何抢救水库 经理我们现在就是在水库里面吗 是 它是我们在清淤堆出来的调通地 车子直接开进库区 原本蓄水的水库几乎变成土库 丧失蓄水功能 就等于宣判水库磁心 我干掉了吗 对 那它是本来堆积就一层一层的 淤土竟然比水面还高 整个库尾两百多平方公尺 满满都是淤泥 水库正一点一滴被逐渐瘫痪 发出并未通知 体检全台大大小小 50座水库总蓄水量约20亿吨 现在淤掉了三分之一 等于水库为我们储存的水 少了将近6亿吨 就算老天爷赏脸下雨 我们也留不住 难怪年年缺水 往南走我们到了全台 最大的增温水库 也是南台湾最重要的供水命脉 库容量有7.4亿吨 但淤积量也高达2.7亿立方公尺 等于水库有三分之一 装的是土不是水 增温水库平均每年入库泥沙量 560万立方公尺 但现有的冲林船 加上挖土及清淤 一年才清85.8万方 换句话说 淤一年得清6年 清淤远远跟不上雨季速度 但如果什么都不做 整个增温水库 总有一天会淤满 这个隧道是我们这个工程做的 这是台湾独一无二的排渔隧道 这也是目前最新的防渔工程 迁到吗 像出入口的管制才会 有知道人员多少进去 直击隧道进水口 人员进出受到严格管制 工程单位在进水口旁打造一座树井 升达46公尺 相当于地下15层楼 将在地底建造排水闸门 所以我们现在在走的这条路 就是以后这个泥沙要走的 对 这项防御隧道工程花了三年时间 赤资540亿元 预计105年9月完工 为了将成为排沙胜利军 这条形建中的排沙隧道 全长超过一公里 而现在这个位置就在于进水口 竖井的正下方 而再往前挖50公尺 就是增稳水库了 未来这整个排沙隧道开通之后 预计一年可以排出 104万立方公尺的淤泥 这条排沙隧道 透过进水口的 橡笔饮水钢管 利用汛旗把水库泥流 导引到隧道 经过消能池缓冲流速 再排进增稳西下游 排沙隧道启用后 增稳水库就因此得救了吗 虽然比起传统挖土机 清淤更有效率 每年将多排出 104万方淤积 但对比每年入库的 560万方泥沙量 光靠排沙隧道 也没办法让水库长生不老 不过至少可以多延长 20年寿命 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 为南台湾蓄水 我们是希望在更上游的地方 目前我们在规划 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绕库排沙 也就是说 让泥沙进到库区之前 我们就能够把它给排掉 这部分我们还在 规划研究当中 水库对抗淤积 就像一场打不完的战役 以现况来说 尽管花再多钱 水库迟早能够向死亡 这条路 轻鱼做的再多 也只是治标不治愤 只要水库 泥沙进到水库几乎没解 然后积水区的治理 是我们的优先顺序 你要让泥沙不进来 而不是进来以后 你要把它挖走 根本不可能 比较懒 但是多少想点办法 例如说积水汽里面 做好水土保持 让冲湿的量少一点 当全台水库快被淤土窒息 北部的翡翠水库 除水率仍然达到九成 翡翠水库积水区这边 先天条件是比较好 这边的林乡是比较有良 崩塌地也比较少一点 翡翠水库整个上游积水区 更靠着严密都市计划 做好水土保持 时间回到10年前 国道5号平林交流道 因为位处翡翠水库 积水区引发争议 平林的权利 回到水库的权益 希望中央政府 找出一条有效的管理方式 为了保护水库 最后平林交流道 成为全台湾唯一设下 单日外车不得超过 4000辆的流量管制 整个积水区 也几乎没有人为开发 反观物色水库上游 大型农舍 高山茶园和农耕地 自易开发 自然而然 泥沙量就跟着变多 我们这里有画了一个 台北水源特定区 用都市计划来画一个特定区 专门在保护水源 90%以上的都是保安年 好的水土保持 再搭配清淤工程 才是水库永续经营之道 双管齐下 才能让水库别这么早 就被宣判死心